警方來到嫌犯住處一進門 映入眼簾的是一盒又一盒的電子煙油 倉庫堆了滿滿貨 警方清點一共有4480盒 你要給誰鑑定 衛生局要鑑定 新北市保衛警察原本為了追查 iPhone手機內的iMessage 因為有不肖分子用他通訊買賣 仿冒品 追查上發現地點設在台南市 他的物流本來就從大陸那過來 警方在台南抓到36歲許姓嫌犯 他一年向海關報進口高達200多次 住處儼然成為小型轉運站 這些煙油通通都是未經許可非法進口 當場就依要事法查辦 警方說一開始是收到不肖業者宣傳直銷跟仿冒品 為了追查源頭買買看 沒想到順藤摸瓜 發現嫌犯代收大陸仿冒品之外 還有販售電子煙油跟煙彈 嫌犯坦誠賣假貨抽用一件幾百塊錢 賣煙油還比較賺 TVBS新聞黃建國成為一許有翔 新北財訪報導